这个教案设计的页面 现在从头开始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是基本项目 从作者登入账号之后 就有他的服务学校姓名 然后由老师自己来填写 这个教案的标题 然后设定年级 还有简单的陈述 他的这份教案的教学目标 那第二项呢 就是我们这次做APP学习地图 希望能够呈现的 就是配合知识地图的表单 来做项目的填选 那我们就可能填写到领域 然后他的主题还有次主题 大概就是用三项的方式 那是否还需要提供一个字填栏位 譬如说有些学制像高值 我们可能就不会把他的 指标项目放在这边 那就提供填写的一个方式 那是两个并程呢 还是说两个选一个就好 这个可以利用标签文字的方式 来建立关键字的搜寻类别 就如果是字填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填写 整份教学需要用到的APP的清单 跟教学的描述 那这个APP的清单呢 都是由我们教育APP市集里面 所找到的 然后呢 就说它是先用一个搜寻页面 找到已经有被推荐出来的 那如果老师想用的APP是没有的话 就事先要做推荐 那这时候就牵涉到说 在这个设计视窗里面 是先从原来的搜寻APP那边找到资源之后 把超连结复制回来呢 还是说我们直接在搜寻视窗那边 一下子可能搜寻到好多个 接续搜寻到好多个APP老师想要用的 那它就有个暂存的小视窗空间 然后点选说这个要用 这个要用 这个要用 那最后确定完之后 就一次把它送回来 然后可能假设有五个APP 这边就是有一份 加上后来原来预设十足的 它先填在五个APP的栏位里 那有APP的名称 那也有APP的超连结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这个APP的教学描述 那这个描述区希望是利用 有HTML编辑器的工具 然后可以调整文字格式排版 然后颜色 那当然希望能够插入图档 或者是网络的超连结 甚至能不能内签 就相片跟影片的内签 这可以再提供看看 那另外呢 就是说可能也需要在每一个APP教学描述的地方 可以上传档案的部分 第一个可能是上传图档 那第二个可能是上传相对应 在使用这个APP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单的内容 那依序呢 这边有我们预留十组的规划 就是说 假设你一份教案 交一个主题 能够用到多少个APP 那我们先预设最多十个 应该是足够啦 好 那以这样子来做的整理出来之后呢 我们想象到的是 以作者的账号登录进来 他可能针对这份设计 他需要存档 他也可能需要再编辑 那甚至他可能想要把它删掉 所以是不是会另外出现一种叫做个人教案区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可以再讨论看看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老师决定他是否要把这份教案发表 那当然也包括是投稿的概念 也就是公开出来 那我们在预览的时候呢 希望可以呈现PDF的部分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连评审功能的机制 也涵盖在这边可以一起给他分数啦 包括像第四项 有没有可能将来的读者 可以给这份原来的作者一些回馈 或者持续讨论的机制 那或者呢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案呈现 因为由PDF汇出了 或者是在网页上填表产生的模式 将来也可能跟一些相关活动的教案格式 有相容的机会 那这就是我们想设计一个 APP地图教案设计的一个规划模板